大家好,我是Vane 这一集将会是日本战国系列的最后一集 德川家康 我会以德川家康的医生作为主轴 讲解他如何平定战国时代这个乱世 并将日本代相稳定了长达260年的江户时代 跟之前的影片一样 我会以日本高中历史课程作为基础 去讲解这一段历史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看法 德川家康在1542年出生在三河国的江崎城 父亲是城主松平广中 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并不是叫德川家康 他姓松平,名叫朱千代 德川家康小时候十分坎坷 他出生的三河国被东边的金川议员和西边的智田信秀两大强权夹着 所以他们家一直都需要看着别人脸色生存着 在1547年 在1547年,家康才五岁的时候 西边伟长的智田信秀向德川家康的甘崎城进宫 他的爸爸松平广中为了请求金川议员派出援军帮忙 将年幼的德川家康送到金川议员当人治 但在家康被送到金川议员的途中 却被护送的家臣出卖 把家康卖给智田家 当时家康的爸爸松平广中因为形势比人弱 也不得不忍气吞声 结果家康在五岁的时候就在智田家过着人质的生活 但幸运的是 在这段时间 德川家康遇到了还是少年的智田信长 两人也成为好朋友 这为两人长大后发展成同盟关系殿下基础 在智田家过了两年后 德川家康在一次人质交换中 终于到了金川议员家当人质 当时德川家康的父亲已经去世 所以他名义上已是甘崎城的城主 但由于不能回城 所以暂时由家臣代为守着甘崎城 在金川议员旗下过了几年后 家康已经慢慢长大 并娶了金川议员的子女为妻子 而家康也立志为金川议员打聘 当一场统侠监制战打乱了家康的计划 也为他的未来带来新的可能性 金川议员在统侠监制战被智田信长打败 德川家康也得到机会回到自己的甘崎城 独立后的家康与智田信长会面 向智田信长说明自己并没有跟他作对的打算 于是在1562年与信长结成军事同盟 史称青州同盟 而在1564年 德川家康就以一己之力平定了东三河和西三河 统一了三河国 并于1566年被朝廷任命为三河首 正式改名为德川家康 结束他早年坎坎的遭遇 踏上他人生的新一夜 虽然德川家康独立了 但爱于三河并不是什么强权 所以当时家康并没有显示出野心 基本上都是跟着他的大哥 智田信长 当信长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他会去帮忙 当家康自己遇到有麻烦的时候 也会要求大哥来帮忙 三方圆之战可以说是德川家康人生中最大的败杖 当时各地的大明都想打倒智田信长 而甲非的武田信玄就以进攻德川家康这位信长的小弟向信长酸赞 德川家康不论在经验上或是兵力上都完败于武田信玄 德川家康很快就败走三方圆而逃回甘旗城 幸好当时武田信玄因为害怕知田信长的援军到来而没有攻进甘旗城 否则德川家康可能就没有以后的故事了 1582年震惊整个日本的本能寺自变发生 志田信长被明智光秀背叛死在本能寺 丰臣秀吉趁着这个机会继承了信长的遗产 详情可以看上一集丰臣秀吉 而德川家康也趁着这个机会摆脱小弟的角色 希望在这个时代争取更多的权利 他在这段时间攻陷了贾飞、信龙和上野等国 并与北条结为同盟 加上他原本拥有的远疆和山河 成为了拥有五国的大大名 德川家康当时成为了封城秀吉的一大威胁 家康更在小牧长久守之战出兵援助志田信长的儿子志田信雄 在小牧长久守之战中与封城秀吉对抗 但志田信雄突然与封城秀吉讲和 让德川家康也没有继续作战的理由 此时封城秀吉和德川家康都各有自己的考量 封城秀吉想专心评定东西日本的各个大名 例如九州的岛晋寺、关东的北条寺等 而德川家康也觉得现在不是时候挑战封城秀吉 因此秀吉将妹妹赵日姬改嫁给家康 还将母亲作为人质送到家康城下 而家康也愿意臣服于秀吉 川家康成福于封城秀吉 他的代价是他原本统治的山河、远江、郡河、甲非和信隆 被改封至关东的八个国家 不但令他失去他的故乡 也越来越远离京都 但他就趁着这个时机慢慢去培养自己的实力 并将武田和北条军的旧城收归其下 近代时机的来临 当时全日本最大的五个大名成为五大佬 为封城秀吉效力 而德川家康拥有最高的250万石 远高于第二位只有100万石的前田立家 石是计算土地带来税收的单位 名叫石高纪 详细解说可重看上一集的封城秀吉 到了1598年 封城秀吉去世 等了大半辈子的德川家康 终于等到大涨拳脚的好机会 其实封城秀吉临终前 以猜到五大佬一定会谋反 所以在临终前跟他们签订四月书 要用户儿子封城秀赖 并禁止五大佬等众城 扩张自己的实力 例如不可以进行政治婚姻 不可以为了招兵买马而加减五世心经等 但人一死 查周梁 德川家康在封城秀吉时后 已再没有理会之前的四月书 做尽所有禁止的事情 看到德川家康这样方式 中心于封城秀吉的五封行之首 十田三成当然非常不满 除了十田三成外 慧经的大名 山山景圣也看不过眼 向德川家康发信 叫他不要那么过分 但这封信不但激起了加康的怒火 也间接发动了日本史上最重要的战争 官员之战 德川家康收信后非常愤怒 决定取兵进贡汇经 十田三成看到这个机会 便团结所有反德川的势力 向动进发 但德川家康一听到十田三成有所行动 就立刻终止进攻汇经 改为向十田三成方向进发 这就正是打开官员之战的序幕 官员之战虽然是日本史上最重要的战争 但其实短短六小时左右就分出胜负 原因除了德川家康势力强大之外 他的对手十田三成也是一个被讨厌的人物 导致在官员之战中 很多西军的将领都振前倒戈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列表 就看到有多少原本忠于封城修集的将领都决定与十田三成作对 十田三成在拜完后数天就被捕获而且处刑 德川家康终于踏上了日本之巅 朝廷也封他为正义大将军 开展强达两百六十年的将户时代 德川家康的大半身 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会忍耐和等待机会的一个人 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时候 他甘愿充当治田信长的小弟 和战时臣服于封城修集 去慢慢培养自己的势力 到时机来临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就打倒反对势力 成为了战国时代的最终赢家 德川家康的优点并不止于此 当他拿到天下之后 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 并顺利传到他儿子手中 他也做了一连串非常聪明的政策 就让我在下一个系列 江户时代跟你们慢慢讲解吧 日本战国时代就此高一段落 我自己就最喜欢德川家康 不知道你有喜欢哪一个人物呢 欢迎在留言告诉我 说不定我也可以开新一集 讲解一下哪一个人物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 希望大家可以按赞和免费订阅 给我一点点小鼓励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